蛋糕为什么不蓬松? 很多人喜欢在家自己做蛋糕,不过如果掌握不好做蛋糕的诀窍,做出来的蛋糕就会很干,不蓬松并且影响口感。 蛋糕不蓬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。 1.温度原因。 发酵时的温度、烤箱温度以及水温都是影响蛋糕蓬松的原因,所以一定要注意温度。 2.没有把蛋清完全打发。 打发蛋清最后效果要能把筷子立起来,如果蛋清打发不够就可能影响蛋糕的蓬松度。 3.装蛋清的盆必须是干净的,不能有水或者油,也不要有一点蛋黄。 4.搅拌方式不对。 搅拌蛋清一定要沿着同一个方向。 温馨提示,蛋白只有在高速搅打时才能形成气泡,做的蛋糕体积才会增大蓬松。 所以在搅打蛋白时亦高速而不宜使用低速。 搅打蛋白时亦高速而不宜使用低速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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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不宜 感谢观看